Hello 大家好 我是冯澄澄 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 现在生活在 美国的加州 今天早上起来 去看私信 有个朋友问我 你怎么把你的名字 从澄澄的跨国婚姻 改成了 FCC 1314 520A 他说我知道了 你是想告诉大家 冯澄澄 一生一世 我爱你 老大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朋友的全师 说实话 我自己还没有发现 可能是前几天 我在这里 折腾 把那个 历称 和那个号 搞混淆了 改 本来是想改 号的 结果把历称 改成了那个 FCC 1314 520A 这就说明 让我们 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小心 都要谨慎 不要粗心大意 但是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朋友的全市 1314 520A 一生一世 我爱你 老大 是的 希望我老公 希望我老公对我说这句 冯澄澄 一生一世 我爱你老大 那 我也可以去对我老公说 一生一世 我爱你 亲爱的 你是我的老大 然后 也希望 每一个朋友 都能够找到 在生命中 一生一世 他爱你 把你当成 老大的那个人 也相信 每一个朋友 都可以 去寻找到那个 医生一世 他爱你 把你当成 老大的那个人 那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要 小心 谨慎 因为 社会上 充满着陷阱 充满着 骗局 一定不要 粗心大意 那么我这个粗心大意了 一个月以后 我可以改回来 变成 澄澄的跨国婚姻 大家现在搜索我的时候 就要记住 冯澄澄 一生一世 我爱你 A 就是 FCC 1314 520 大家搜索的时候 一个月内应该是这样搜索 一个月以后 我会把它 变回来 这个错误 是可以 弥补的 但是 我们很多人 犯着错误 一生一世 是没有办法去挽回 也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今天早上起来看私信的时候 另外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 他想找一段跨国婚姻 所以 到头条 到西瓜 或者是其他的 自媒体上 去看过 很多 海外博主的分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选择到一个 可以做 婚姻介绍的朋友 现在 已经交了 4000 人民币的订金 然后昨天晚上 又刷到我了 所以他就给我留言 想 更多的咨询 一些 关于 网络交友 关于跨国婚姻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问他 那我就问他 你找的机构 是怎样的一个服务方式 他说 他们收费 是 2800 和 6800 人民币 2800 和 6800的区别就是 6800 会介绍的人 更优秀一点 但是 重点来了 不管是交2800 还是交6800 服务的期限 都只有半年 跟他们介绍的人数 都是 5个人 半年期限到了 或者是 5个人 人数满了 都 不再介绍了 我听到这里 感觉到 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我又问 他给你介绍的人 收入状况 是什么样的 他说 他们介绍的 都是高富帅 都是非常有钱的 听到这里 我更加的茫然 西方男士 真的有那么 高富帅吗 而且我们要去找一个高富帅 也是要认知 自我定位的 我们自己的情况 能不能 喝得住 高富帅 最最重要的是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 普通人多 哪有那么多 高富帅呢 哪有那么多的 算是 王老虎呢 所以在他寻找的这个 婚建 是让人 担休的 重要的两点 一个就是 时间 和人数的限制 半年时间 有可能 我一个人都还没有了解清楚 那5个人介绍给你 你能从中 选择到一个 优秀的人 半年的时间去完成吗 当然 也许有 但是这种机率 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 要去选择 真的是半年的时间 不够的 而且 5个人当中 有没有你自己想要的人 那个还 很难说 所以 这个姐妹 这个姐妹 我就跟她说了 一定要小心 要紧趁 这个半年的时间 或者5个人 我一定能够找到自己 新颖的 另一半 我想通过和她的聊天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去寻找一个机构也好 寻找一个 私人 帮你介绍也好 你都要记住 如果有人数限制 如果有 时间限制 那个是 很困难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5个月到了 她可能 又会教你 再收费 我说我再帮你 介绍5位 再半年 这样你就要不停的 交钱 所以会出现了一些 很多姐妹告诉我说 他们在 跨国 婚建机构我交了几十万 也没找到的这种情况 就是 不断的 收费 半年到了又收 半年到了又收 所以 大家 一定要 小心 你要去寻找一个机构的服务 一定是没有时间 没有人数限制的 而且你要把它 问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交2万8人民币 他给你介绍的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 收入状况 对吧 这个我们自己 交费了 应该清楚吧 就像我当初 交费去 我心里是明白 我交了3万8 然后是介绍 月收入5万以上的 当然 我也是被大富佑了 当时我也不懂 我也私交3万8 他们跟我说介绍10个人 管10个月 所以 我就是大家的 前车自荐 所以 一定不要有人数 或时间限制 而且 你在去寻找一个婚建机构 或者是 一个私人帮你介绍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他的蓝色的来源 他的 收费的标准 和介绍的蓝色的标准是什么 那我是通过学习 到网上 找的 那学习时间 是一年 我学习了以后 把所有的知识 都装在我自己的头脑里 我现在还可以去寻找 然后平台看到你 它是永久性的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呀 我觉得吧 如果大家 一定要寻找 一段跨国婚姻 自己 一定要参与聊天 说到这里呢 我还忘记了 补充一下 这个姐妹说的是 这些人帮他们带聊 因为她说她的英语不好 希望 别人带聊 但是 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这个 网络交友 跨国婚姻当中 一定要 亲自 自己去聊天 不要把 希望寄托在 别人身上 如果你自己不去聊的话 那么 你找到的人 不一定是你自己想要的 然后 你结婚以后 不一定会幸福 前面 我就有一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过 有一个姐妹叫 六万八 找婚姻机构代表的 代价和结果 大家可以去看我前面的 视频 所以呢 我们在 去寻找 那么一个机构的时候 一定要 谨慎 要小心 要用脑袋 去分析问题 不要像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长按点赞 转发 分享 行论 感恩大家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